好,那完成到這樣以後,還要再加,我們要加Generator Light 就是只有上方的作用影響 那這個呢,先設成Multiply叠加 Multiply叠加,接著我們開始改其他參數 首先第一個光線從正上方來 270 好,所以現在得到的就是 那個生鏽的地方以上方下來為主 好,上方下來為主 那我們開始調整他其他的 Light的這個其他的參數 他的High Level大概 0.2627 大約這樣子 然後Light Antenuation 先 調低一點點 大概這樣可以 剩下應該都是 其他的 反正每一層都還要再調一次 好 OK 然後現在上面有了,生鏽有了,可是現在還有個問題 生鏽通常是凹峰處,一定會累積水份 也會有 所以呢,凹峰 講到凹峰處就是GeneratorDirt 好 那這張再疊上去呢 疊合的方式LightMax 好 那 我們可以單純 只看這張圖的狀態 先把其他關掉 HOT 點他 Dirt目前作用的 狀態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要開始調整 作用的方式 我要他 就是飛這個地方比較不要那麼強 Dirt Level要做一下 調整 好 那再開回來 好 所以 那你會發現現在那個秀斑有沒有 非常的 少,不明顯 就第一張圖 只剩下這裡一點點 還有這裡有一塊 好,上面有一些 那因此我要回到這裡 現在就是開始各個 各層的調整 太多 這裡可能要4度 這個要看一下 我的UV Scale 要怎麼控制他的出現的比例 好 好,然後第二張 Grange Concrete Old 作用的影響感覺 Lighten 應該這樣差不多 好 我們按下M 回到材質層 所以現在生鏽很明顯 好,如果這個是鐵管 都是裡面在鏽 好 很 稍微舊了一點點 好 1234 現在還有什麼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邊緣處也會比較受到影響 接縫處 是Dirt 邊緣處是什麼 邊緣處是Generator Mask Editor 這個 邊緣處是這個 好,所以現在這個再疊上去以後 就可以強化他邊緣生鏽的 樣子 好 那這個呢又是 Lighten Max的方式疊加 然後開始調 他的 參數 他這個還蠻多的要處理的地方 因為 我們可以這樣子看一下 Auto Click這裡 Click這裡 現在這個 Mask Generator生成的地方 這圈 好 OK 那 一個一點一點調 這個可能不要動 因為 好像會影響到邊緣的地方 這個 也不能調太強 Curve Quality 調到1 開始降上面的數值 我要讓邊緣 強烈一點點 好 那所以現在會得到是 M 這個樣 好 邊緣出來了 邊緣 邊緣 稍微有一點 可能要blur一下 當然這邊如果太明顯 我們是可以再疊 Grunge map 上去再破壞他的邊緣 不過這個樣子 目前這樣子應該差不多了 好 那要比較 要注意的是 其實 在這個地方 Lighten Lighten multiply 這兩個 的關係 其實如果這裡是 Multiply 這裡是Lighten 也會產生不一樣的 呈現 跟表現方式 所以這裡可以自己測試一下 它的變換面 好 那所以 Rust 現在加到以後 現在這個是一個蠻 舊化的 遊戲 好 等一會我們還要再加 待會就要用到這裡 目前這裡有個Texture 跟Texture 2 是完全無作用的 好 那個圖呢必須在底下這裡加入 目前它是無作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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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